美鳳有約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我們說 眼睛是靈魂之窗 它會讓我們看到很漂亮的世界 很漂亮的人事物 不過現在的人要看東西太多了 手機就一直看 一直看 還追劇一直追 追到後來 眼睛都打不磨掉了 我們應該要好好愛惜我們的眼睛 當然你可以去 好,現在科技這麼進步 東西這麼多 當然大家用手機 你不用也怪怪 所以你會多少用 不過你要知道 如何保養、如何眼睛 讓你比較有本錢 如果輸用要用的電腦 或是手機之類的 好,今天我們就請來賓 來跟我們分享 他怎麼樣保養 他明亮的雙眼呢 首先歡迎 這個就是我民視當家花蛋 蘇晏霈小姐 擁有明亮的靈魂之窗 才能看得更久遠哦 我是民視當家花蛋之一 蘇晏霈 好可愛 另外這位好久沒看到 他們兩個今天顏色都好繽紛 真是好看 就是我們的全佳麗小姐 活到老也要健康到老 用閃亮的眼睛看世界最好 我是全佳麗 我要不要講是 我是當家的醫藥記者 全佳麗大 花蛋之一 全佳之二 好的,這位呢 也就是才來跟我們分享 很多新的保養方法的 營養師于朱卿小姐 美鳳姐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要點亮你的靈魂之窗 今天就告訴你怎麼保養 好的 那我要當家花蛋一下 好的 這真的是我們民視當家花蛋小蛋 其實都是非常棒 因為他們都一定要 奶操、奶吞、乎乎乎乎 常常都是生活作息 必須要跟大家不一樣 我們都是晚上而進步 對 尤其 基本都稍稍來 你要馬上去了解 當然就需要用到我們的眼睛 我就覺得說 像我來說 我當時就是在演戲的時候 常常 半夜都要哭 煙那個盆那個哭 你知道哭完真的眼睛視力 太髒了 就是你剛剛好像就減弱了 就變得很不好 所以我覺得 所謂老花也都來了 所以這個保養是非常重要 怕也這樣 晏霈也有碰過這樣的嗎 對啊 因為拍戲 我們就是長時間看劇本 對 劇本的字都是正常 可是現在已經對我們來說 有點小了 那為什麼... 你很想把它這樣打開嗎 真的打開 你很想打開 我們不是一次看 就是一本而已 我們一次看 可能就是好幾本 然後好幾頁的 像休息時間我就會 像鳳姐說的 看韓劇、追劇 一看就有可能七、八個小時 就不會停的 對 然後後來哭戲 哭到已經眼睛都很乾 然後說 我哭不出來了 真的哭不出來 然後要點眼藥水哭 然後後來就覺得很乾 我就去給醫生看 就醫生就說 你的眼睛有用眼過度 就是沒有休息 這狀況一樣 我也是跑去看眼睛 對啊 然後他就說用眼過度 如果再嚴重一點 你不休息的話 就會變成 就會很嚴重 然後後來我就盡量 盡量的讓自己休息 然後點藥水 就是保持嘛 對 這樣 好,我就覺得 我們是因為工作的關係 然後 其實睡眠如果好一點 可能或許會有多一點休息 那我不知道 在你們那個圈子裡頭的 當家花蛋 記者圈 謝謝 你這怎麼樣來保養你的眼睛 你有沒有這方面困擾 對,其實我們做記者工作 看字的時間更長 其實不輸你們 因為我們每一天有時候 一天寫稿子 寫到五千是平常的 五千個字的稿子 所以這樣打... 看那個... 其實我們以前的螢幕也不大 沒有現在... 像電視這麼大 當然都是很近距離的工作 然後你看那個資料也是小小的 所以我們其實很早 很多人就開始有 不但是老花眼的問題 那個高... 那個近視比較度數高的 突然間就聽到 明天休息了 為什麼 對,就很多問題 然後到最後晚上 就是很想靜下來 看自己想看的書 因為我們想說在這個工作 最重要是要補... 要自我充實自己 要讀書嘛 很多比我們資深的人 他想要看一本鹹書 看不下去 因為那個字都太小 要不能像手機一樣 把它花開有沒有 都沒有辦法好好看一本鹹書 因為實在是看不到了 看遠... 哪兒... 看近看遠都看不到 然後戴上老花眼鏡看 其實很吃力、很辛苦 所以我做新聞這一行 其實很傷眼睛 你有什麼方法舒緩 你的眼睛的疲勞的時候 我自己當然剛剛美鳳姐 講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 其實我覺得現代人很... 我們當然很多眼科醫生 要感謝賈伯斯發明的手機 真的 因為我們現代人很奇怪 那個手機是不離手的 即便他不工作 他還一滑手機 一直看一看 習慣了 他沒有想 你還是會去看有沒有人 其實沒有 他根本就沒有想 對 對,然後重點是 我每次看到人家在外面吃飯 那個那麼小的手機 追劇耶 那個追到最後結狀機 眼睛都不能調適了 他永遠只能看一個地方 然後再看遠就忘了 所以有個調查很可怕 年輕人老花眼... 老花的狀況以前都是說五十歲 四、五十歲 現在是二、三十歲了 很恐怖 所以我自己會讓眼睛休息 強迫 因為其實是一個習慣 來 請問專家余朱清小姐 在裡面的營養界裡頭的 當家發達 請問這樣 怎麼樣來舒緩我們眼睛疲勞 疲勞 其實有一些方法 我們剛剛講的 多休息 其實真的是要 還有就是真的不能用眼過度 我就發現其實近期 以前 大概十年前、二十年前 還沒有那麼多眼睛的問題 但是就這十年來 也就是智慧型手機發展之後 眼睛的問題越來越多 所以其實有幾個小方法 要告訴大家就是 很多眼睛的問題 其實都是 因為我們最常的就是 拿著手機在房間 或者是窝在被窝 睡覺之前 對 或是躺在沙發上 然後看劇 一看可能就是三個小時 其實在 因為那等同學是 幾千萬顆的燈泡 你一直直視著 這種眼睛就很傷 對 我們講 在保養上面除了光源要注意之外 就是我們有時候可以做一些 就是閉眼 然後讓眼球上下左右這樣子 做一下運動 其實也會促進血液循環 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多看 或者是去戶外 看一些綠色的植物、森林 比較好 然後再來就是眼睛 做一些舒緩的運動 或者是 譬如說洗澡的時候 稍微用熱毛巾熱敷一下 其實可以刺激 我們眼周的一個循環 然後再來就是吃的東西很重要 我們其實現在大部分人都外食 很容易就是吃不足 眼睛需要的營養素 對 其實眼睛需要的營養素 有滿多類型的 例如像胡蘿蔔素、花青素 或者是一些維他命C、維他命E 都是幫助我們眼睛具有保護 抵抗紫外線跟外來傷害的 一些功能 那很重要耶 對,真的 吃的真的滿重要的 對 我請教 以為你都吃什麼 有什麼顧眼睛 除了吃油膩顧眼睛 大家歡迎 去海灘 海灘 去海灘 看很多 沒有啦 看小鮮肉 沒有的啦 你有怎麼保養 因為我媽媽有說 常吃胡蘿蔔 小時候就是灌輸我們 吃胡蘿蔔 或吃魚 都很保護眼睛 對 現在我就是常常... 以前我很討厭吃 胡蘿蔔的 很多小朋友都不喜歡 對,味道 就不喜歡 對 到現在我還是覺得爛爛的 我才敢吃 對 就是那種脆脆我不敢 對 但還是要多吃 所以媽媽有時候會... 對,他就可能煮湯 胡蘿蔔 然後加高麗菜 那就味道不會那麼重 對 對啊 吃胡蘿蔔,對 那你呢 我自己其實... 因為醫藥記者 就聽到很多的資訊 所以剛開始我們自己... 因為用眼過度 所以我們一定會泡 胡蘿蔔 胡蘿跟菊花 夏天的時候夏天菊花 對 胡蘿還有很多好處 胡蘿是不錯的 對眼睛 然後另外就是 所有莓類 就是莓類的 譬如說藍莓、紅莓 那個... 麥芽莓這些莓 再加上胡蘿蔔 我都會把它打成汁 打營養湯 因為我覺得現在眼睛 真的太重要 我覺得我常常會講說 你如果五官要少掉一個 就是我們眼睛 鼻子、嘴巴、耳朵 你要少掉一種感覺 你會覺得哪一種感覺 失去了是最糟糕的 我覺得是眼睛 你譬如說你... 好啦,我們假如... 打營養湯,你聽不到 可是你看到這世界 還是很美麗的 對 可是你一旦看不到 什麼東西都沒有 所以我就特別特別 覺得眼睛很重要 所以在... 我那時候知道說 所有的葉黃素 對眼睛很好的時候 我青菜一定多吃 然後這些莓果類的東西 一定多吃 然後一定把它打成汁 然後每天大概都會喝 大概一千CC精力湯裡面 一定有莓果 因為莓果才有花青素 好,然後我們講葡萄 不管紅葡萄或紫葡萄 我一定都把它打來吃 大家都知道葉黃素 吃了說是對白酒不錯 什麼叫做葉黃素 葉黃素 我們先看一下眼睛的結構 其實我們都是透過光線 來看到外面的世界 就是有光我們才可以感應到 就是透過眼睛這個結構 我們就可以看到 眼睛的底部有一個叫作黃斑布 這個其實就是 有點像我們相機的底片一樣 它就是你看到外面的世界 在那個地方做一個轉換跟成像 這個黃斑布裡面就含有 我們人體很特別 就是說 葉黃素人體不能自行生合成 你必須要靠外界的食物補充 所以你眼睛這個地方的黃斑布 就是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必須要透過食物補充 如果你缺少了、缺乏了 就會影響到你的視力 這就是為什麼在這幾年 葉黃素這麼夯 確實是它真的對眼睛來說 是有很大的幫助 但是其實保養眼睛 不單單只要吃葉黃素 其實保養眼睛應該是說 要比較 像剛剛佳麗姐的觀念 我覺得是滿好的 它吃各類的梅類 還有剛剛晏霈有講到說 媽媽會給你吃魚 魚 魚最主要是要吃裡頭的 DHA對於我們眼睛的視神經 也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其實透過吃 真的能夠保養到眼睛 能夠改善一些 現在用也過度的問題 對 所以還真的是要特別去補充 照顧到 因為我們都知道 譬如說 我們吃膠原蛋白 就是要讓皮膚什麼 對 可是有的時候眼睛 它有它特別的成分 你要特別去吃 去給它補充一樣 沒錯 好 現在大家都很忙 其實我是希望有什麼方法 你可以跟我們分享 來很方便的照顧 我們自己的眼睛 保養對不對 對啊 這也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 就是其實我們剛剛講說 很多人不敢吃紅蘿蔔 可是其實歐美 就是歐洲 他們有流行吃一種顏色的蘿蔔 紫蘿蔔 紫色的蘿蔔 我最近有看到紫色蘿蔔 在台灣賣了 慢慢有了 因為其實他們發現紫色的蘿蔔 它營養價值比紅蘿蔔的 胡蘿蔔素 對 所以他們就發現說 這麼好的一個品種 應該要多多的去食用 其實台灣也有很多生技的科技 他們就發現說 這樣子的成分 如果你把它濃縮萃取出來 其實對眼睛的保養 比吃紅蘿蔔的效果還要好 而且現在很方便 就是這樣一瓶一瓶 就可以喝了 所以這是小分子的 對 如果說... 來,你吃 如果去菜市場買的時候 當然也是可以買 如果能買到的話 應該是比較難買 對,如果有買到 也可以啊 就可以 像晏霈就比較怕 一般的紅蘿蔔 嫁媽媽現在有紫色的 她就不知道紫色也是紅蘿蔔 本來有紫色的蘿蔔嗎 本來就有了 本來就有 我們就少知道 我們最近去買了一個紫蘿蔔 它切起來像甜菜根一樣 它顏色很深 好深哦,會染色 然後營養成分超好的 口感呢 口感 很好喝 而且它是不是有加蘋果的 它其實是有 我們剛剛講眼睛的保養 有一點甜甜 對,一點點而已 對,它綜合了很多 莓果的功能 然後它又是用莓果的萃取 而且我們剛剛講保護眼睛 不只是胡蘿蔔素 像花青素 抗涯化的這些成分 還有其實我們保養眼睛的 綜合在這一瓶 對 這樣挺方便的 對 當然如果能像你這樣自己打生意 經營當天都最好啦 對,真的沒問題 上班就拿一罐了 對啊 這樣我就可以隨手拿一瓶 然後放在包包裡面 對啊 其實在大概在十年前我就有吃椰黃素 但是都是一顆 一顆的 大部分是膠囊 對,膠囊 對 然後現在我覺得 會比較容易吸收 而且做成這種液體的 我覺得討厝是說 吸收速度比較快 還有就是小朋友、老人家 沒錯 其實他們就是當國之合 因為它都是天然濃縮的方式 它在算負方的 對 負方 因為有些東西很微妙 它負方的會比單一的 效果會更好 它保養會更全換位 如果有一點 我發覺 如果睡得不夠、睡不夠面 適合你也很壞 如果睡得不夠面 眼睛很痛、很痛 對 真的 真的 可是我... 可是我沒有辦法 因為我是那種很硬的人 然後我睡覺之前就會想很多 甚至也會用手機、看劇 影響睡眠 這樣很容易睡不好 可是習慣了 習慣 然後想很多 反而就是睡覺就起來了 跟以前差很多 跟以前學生的時候 可能一天可以睡十幾個小時 也可以完全不用醒的 真的 對 然後現在可能就是睡個 兩、三個小時 你就醒了 反而睡眠品質不好 隔天我可能要拍戲 一大早的外景 就會注意力不集中 對,整個人很悶 對 鬧燉燉 就沒辦法集中 對啊,這也是現在很多人 會發生的問題 就是睡眠不好的問題 對啊 睡眠 那當然現在簽名 就是睡得不夠深層的時候 其實整個精神狀態都不好 所以這樣會不會是 因為我們缺乏什麼東西 可以來補充它 讓我們的腳... 譬如說某一個部分 它可能跟睡眠是有關係的 那補充夠了可能就不太簽名了 對啊,其實真的跟吃有很大的關係 很多人... 要補充 對,可能缺乏某一些營養素的時候 你就會很容易會有簽名 或者是很容易... 不容易進入到深層的睡眠 我們講的 其實我們腦部有很多的內分泌 都是要透過飲食 或者是內生性的一種交互的調節 我們講其實現代人很多都有... 應該不是營養過剩 我覺得都是 對 該吃的吃不夠 不該吃的吃太多 我們吃外食 對,我們就發現有一類的族群 這一類的族群它有一種特性 就是 睡不好 又會胖 容易水腫 然後容易就是會有火氣大 或者是不容易排的問題 對 對,這一類的族群 他們很有可能就是 胺基酸缺乏的問題 尤其是 其實胺基酸就是 蛋白質的最小分子 吃什麼就有胺基酸 其實我們大部分蛋白質的來源 就是豆、蛋、魚、肉、奶 這一類就是蛋白質 但是我們講要攝取 也就是說 因為蛋白質 它是由二十幾種胺基酸組成 我們必須要吃到完整又均衡 因為蛋白質在身體 扮演很多重要的角色 它其實除了提供人體營養 它最關鍵就是調節 我們內分泌系統 所以很多睡不好 其實跟你的可能荷爾蒙 或者是內分泌混亂有 有關係 然後再來跟你的免疫力 心血管 肝功能 激素等等 都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講其實會幫助你睡眠的 其實就是我們講的 色胺酸吃到身體 會產生血清素 會讓你好睡 對 所以很多人睡不好 就是有可能是情緒 對 不好造成 他就是有可能吃了 不足夠好的胺基酸 才會讓他情緒不穩定 或是讓他腦袋停不下來 有什麼方法讓我們可以 好像比較方便去補充 所謂的胺基酸 其實我們講 如果現在外食 真的沒有辦法吃到充足 我們講均衡完整的蛋白質 其實有一些生物科技的方式 它就是把人體需要的胺基酸 全部濃縮起來 它就是吃足你一天需要的 像這樣子 它就是把優質的胺基酸 身體需要的 因為我們胺基酸有分 必須跟非必須 加幾顆 它一次我們可以吃四顆 一次啊 對,睡前 睡前就吃一次 那有人如果晚上睡覺 有人習慣都會吃 比如說... 我現在睡會不會睡著 好睡的 可以煎個半個小時 先吃這個 對 然後煎個半個小時 安眠要習慣的也可以 可以 它就是煎個半個小時就可以 因為它都是純天然的 它不是藥物 我們要強調就是說 它是保健的一個天然的成分 對 它好處是說 它就是把人體需要的 這種必須的胺基酸 它都濃縮在這樣子 很方便的 你就可以補充到一千歲 說不一定調節 調節一段時間之後 你大概吃了半個小時 也不用吃什麼安眠藥 可能你搞不好就覺得 有一點睡意就睡了 是有這樣子的例子 對 而且它有好的副作用 你知道嗎 就是它會讓你輕鬆 就是平時 你肚子 馬上吃 最近好像比較燙 對,就是其實它有調節代謝的效果 我覺得睡得好 隔天體重會減一到二公斤 可是那天如果睡不好 整一個大水腫 對,會水腫 我跟你講 這是所有女孩子都會遇到的問題 真的,你只要睡好這件事情 你所有的問題都不太會發生 對啊 那現在吃會不會想睡覺 它其實應該... 不是,它是調整 然後慢慢... 應該是說它幫助你身體 恢復你該有的代謝 該有的分泌 該有的運作 而且我覺得如果你失眠的人 是百病重生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胖之外 他什麼憂鬱症 對,然後甚至有人去往前推 有一些癌症的患者 他前半年都一直在失眠 是 居然是跟他身體有關 所以如果你睡不好 真的要趕快 這是一個很... 皮膚也會不可怕的景緒 皮膚也很少 而且睡覺真的很重要 它是每天你在身體 修復的一個過程 如果你每天沒有給它休息 你就是像一台機器 三百六十五天 美容覺 對,不停不行 所以我們說健康的人生 基本上就是 你看我們用心去維持 這個用心就是 我們要了解更多的信息 才知道我要用... 還有一部分用心來照顧自己 我覺得用對方法是很重要 如果眼睛筋 人身身就好 真的 看得很好 所以說 我們大家盡量 我們盡量 不要讓我們身體太多有膽 對,有膽 不要滷滷 不要眼睛滷滷 對 讓我們人生比較清楚 對 好,從今天開始我們就了解了 睡得比較容易 讓眼睛筋跟筋 要吃什麼來保養 好,謝謝啦 謝謝三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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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樣最乾淨 我還好在你身上 眼睛滷滷滷 這位置就好 OK 美鳳有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